中邦 天壇 宣布領表的隔天 賴清德第一步選擇到天壇參拜 包圍群眾高喊總統 但同一時間立法院這一箱口號批貶 換別駕鮮禮 天啟挺小鷹 由令委陳明文 羅志正帶頭 27位民進黨立委排排站 高喊要勝利就得選擇小鷹 一字排開從英系 海派到政國會 其中更不乏多位不分區立委 全力支持蔡英文總統進行連任 我們也呼籲我們民進黨 要大家一起團結 一字對外 但鏡頭拉近一看 不少令委呼口號時 聲音微弱 表情更顯身硬 與手上的標語形同尷尬對比 民進黨內初選登記 也不過才進入第二天 選邊站的煙色位已遍布黨內 所有的選擇 基本上在內心當中 那我有對外做說明了 刻意的強調好像否定掉 另外一邊我沒有選擇的對象 這樣是對黨內的先進相當的不敬 剛從316補選取得勝利的郭國文 搬出人情一禮為由 成為力挺賴清德的立委第一人 而備戰2020港湖區立委的 北市議員高嘉瑜 以至民進黨的絕地武士 臉書高調挺賴 但眼下情景只聞挺英少見公開挺賴 與黨內民調明顯暢反調 在立委提名前夕 誰敢得罪黨中央 你得罪黨中央 黨中央就派一個人到你現場 來跟你打初選 毫無懸念 民進黨的立法委員 幾乎大部分都會連鎖挺小英 如果挺蔡英文太用力 我變成被母雞壓死的小雞 第二是如果我不挺他 國家機器還在他手裡 我初選的時候 會不會被人家空降很多對手來整我 27人名單中 超過7名以上的部分區立委 不必面臨民意檢驗 要挺英沒問題 但是立委夾在表態護主失了票房 或是背骨影響人氣之間 此刻心情很複雜 對於這些2020自己要投入選戰的 民進黨區域立委來講 真的是務實考量 能不能選上自己的選戰怎麼打 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逼表態就代表說沒有信心 代表是說你對你自己的 政治實力不夠肯定 如果說是到最後還是蔡英文 可是他都是一直是第三名 或是第二名的話 明年初的立委選舉 就是民進黨至少 現任的立委倒一半 喊出團結卻更懷心事 應得內戰 挺不挺 怎麼選邊站 最終都是兩敗沮傷 都個這麼多次成員 全面市集團 做任務 有政策 感谢观看